毕业的季节越来越近 为了让孩子留下美好的童年回忆 花莲市立幼儿园特别邀请了专业摄影师 为大班的孩子们拍摄毕业照 也让他们在人生第一个求学生活留下珍贵回忆 好来小朋友看这边 老师这眼睛都帮我看这边 花莲市立幼儿园120名的大小朋友 穿上学士服站上台阶 和市长卫嘉仙园长李飞玲 及全校老师拍下人生第一张毕业照 对于即将要毕业的孩子们来说 这也是准备走向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那我们也真的非常感动 孩子从一开始进到育儿园来 其实很多东西都必须要学习 那连上课的时候进到厢门 都会好好大哭 到现在已经是可以变成一个 独自独立的一个孩子 那也可以完成一些事情 协助家长也协助班级 那我们看到孩子的成长 那今天也进到了他人生的 第一张的一个毕业照的部分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满心的祝福 也希望孩子们在私立毕业以后 那拍完毕业照 以后的人生过程里面 都能够非常顺遂 然后而且在未来的成长过程里面 都能够回想起 在幼儿园的点点滴滴 让孩子们快乐的成长 那也不忘过去老师的教导 那也能够在每一个环境里面 都能够更独立 更认真的学习 四个班级除了大合照之外 也分别拍摄班级照 在专业儿童摄影师的指导下 小朋友们喊着口号 百换知识 记录下每个可爱模样 而园长李飞玲也提醒市民相亲 家中如果有借铃入学的孩子 花莲市立业儿园将在五月中旬 宣布招生相关讯息 请密切留意市公所网站 及脸书粉丝专页的最新讯息 记者徐立芹 花莲市报导